嗨,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 108年的 6月的 23號 中午過後突然間的狂風暴雨 很像在做 颱風一樣,你看 我們庭院有一顆非常高大 非常高大的一個木瓜 上面斬滿了木瓜樹 斬滿了木瓜的果實 那現在很沉重,感覺好像 快被風給吹倒了 這顆木瓜呢 目測有三樓高 那因為我們樓下 有很多的盆栽 很多的盆栽,我們很擔心 它會把 折斷之後會把我們的盆栽 給損害掉了 所以有時候很無奈 現在先記錄下這一片 這個影片 待會我們來 要把樹底下的一個盆栽 給移掉 台灣的天氣 越來越奇怪 偶爾的這種狂風 暴雨 臨時性的狂風暴雨 雖然過程不長 但是通常會造成一些的損害 農民們,你們辛苦了 就這樣子了,掰掰 拜拜